囊囊对战日本队12人的大名当 基本上重磅出炉了 其中后卫线的徐杰 以及前锋线的涛汉林 扛起重阵 那么在中锋的位置 胡金秋来顶替一剑年的位置 会更加的合适吗 提到这里之前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阿兴聊球 有趣又有料 我们共同从内线前锋 还有后卫线共同来聊一聊 我们囊囊队伍当中 即将要派出12位的超级选手 到底是谁 首先我们要聊到 那就是内线的位置 众所周知 直到如今 斯卑的比赛 仅仅剩下3到4天的时间 就要打完了 那么在11月的27号 即将要跟日本队来进行预选赛 这一场比赛尤为关键 也关乎到杜峰所率领的 我们囊囊度 能否去接连击败日本战队 其中在亚洲杯的预选赛当中 我们是成功击败了日本战队的 然而直到如今 那么面对着日本战队 接下来还有着4名NBA的主力球星 要回归的情况下 那么我们朗朗能否再次击败日本战队呢 因为呢日本战队包括了八川雷还有杜鞭 宗泰等NBA的球星即将呢要登场打比赛的 之前呢亚洲杯的预选赛 这几名NBA的选手都没有上场 那么如今来看呢 我们肯定要派出非常出色的选手 才能够去跟日本战队进行对碰了 首先呢就包括了内线的位置 内线呢我们如今来看 CBA的本土比赛呢打到如今呢 得分效率最高的是胡金秋 胡金秋呢直到如今帮助了广萨队 搭进了CBA的第二名 无论是防守还是进攻得分 都是非常高效的 胡金秋呢外加上了浙江队的于家豪 这一名年仅18周岁的超级魔兽 身高2米21 两名选手呢都是具备很大的潜力的 然后呢再来搭档上了周岐跟沈梓杰 这两名原本就是我们朗朗度当中 非常出色的内线选手 所以呢内线的四名球员就成功的组成了 而易建年呢因为他如今 伤病的情况还没有完全的恢复 阿联他的状态呢还没有完全的爆发出来 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接下来呢内线交给胡金秋跟于家豪 两名年轻的选手 搭档上了周岐跟沈梓杰大鸟 共同出仗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来聊到前锋线 其中在前锋的位置呢肯定杜丰还是会派出 包括了周鸿大队长 外加上了辽宁队的张智林 还有呢广东宏远队的任俊飞 这三名前锋呢基本上位置不会更改的了 然后呢再加上一名大前锋 他就是上东队的涛汉林 涛汉林呢直到如今 他的得分呢长均可以去到23分 本个赛季当中啊打到如今他的状态非常的出色 排在了本土球员的第三名 然后呢是他的狼榜球 狼榜球呢涛汉林可以长均拿到超过12个的 那么他的狼榜球呢本土球员当中排名第一位啊 所以说呢涛汉林他去充当大前锋啊 完全是可以兼顾的过来的 最后就是后卫线了 而后卫线的四名主力呢就非常明确了 包括了乖伦 直到如今发挥最出色得分效率最高的球员 然后呢再来搭档上了胡明轩跟赵月 最后呢还有第四位给到徐杰更加的合适 徐杰呢如今啊他更好的能够在场上打出非常好的配 徐杰在场上呢不仅他个人的得分非常出色 而且他能够把整个战队串联起来 可以把球队当中的多名队友呢共同联合起来 所以呢徐杰他能够很好的串联球队 派上徐杰呢来取代赵继伟跟吴钱的位置会更加的合适 毕竟呢吴钱他的三分球呢石头已重 而且呢之前参加的国际大赛没有打出很好的成绩 所以呢徐杰他的作用性要比吴钱跟赵继伟更加的出色 那么我们综合对比来看呢12名选手呢就可以重磅出炉了 徐杰跟涛汉宁呢将会扛起重任 那么内线的位置呢吴金秋将会顶替一点点的位置 会更加的合适的 大家是否认同这一种安排 接下来我们狼狼能够在月底的时候击败日本战队呢 欢迎做出你的点评也欢迎大家给阿信的视频点点赞 感谢大家的认同 我们下期呢接着分享 下期